古希腊的传说中 太阳神之子奥尔菲斯的歌声美妙 文之牧石着魔 鸟兽起舞 它行至空旷之地 弹起七弦琴 放声歌唱 音乐竟凝结不散 化为建筑 人们漫步期间 沉浸在永恒的音乐之中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音乐是流动的建筑 音乐与建筑有许多共通之处 音乐虽在时间中不停歇地流动演奏 但旋律 节奏 调式 和声 结构 布局等组织架构上 都有着一种潜在的严谨数字比例关系 每一首音乐作品 都由单音 音程 和弦的纵红交错进行而产生 弃强的时候 砖块之间需要横向连接 也需要纵向叠致 在音乐的摩天大楼里 乐音就像砖块一样架构成音乐肢体 音乐中横向的乐音进行和纵向乐音叠加 所产生的和声发展 与建筑的内部结构非常相似 因此 可以说音乐是时间上的建筑 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 两个砖块之间的结合是最小的组合单位 因此 要了解音乐作品 解析两个音之间的结合结构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首先 我们来回顾一下前面的学习 在音乐建筑中 乐音之间相互关系的最小乐理度量单位是半音 半音也就相当于最小的建筑砖块 是构建音乐的基础 由于相邻的琴键之间是半音关系 钢琴键盘图可以清楚地展现 乐音体系中的全音半音关系 整个钢琴键盘包含七组 由七个基本音级组成的音组 这七个音组音名都是相同的 分别是C D E F G A B 乐音体系的完整音列 是按照七个音级先后次序循环重复 虽然音有高低 但是音名相同不会改变 在钢琴键盘上 每一个白色琴键代表一个基本音级 黑色琴键处于两个基本音级之间 是在基本音级基础上 升高或降低而产生的变化音级 在音乐中 表示距离的基本单位是半音 相距两个半音的距离被称为全音 两个乐音在音高之间的距离被称作音程 也就是两个音之间包含的半音与全音的数量 两个音在横向间先后进行 被称为旋律音程 在纵向叠至同时发声 被称为和声音程 这是来自莫扎特钢琴奏鸣曲K545的开始部分 高音谱表中 连续进行的每两个音之间就构成旋律音程 在低音谱表中 纵向叠至的两个乐音 就是和声音程 音程中 音高较高的乐音叫惯音 较低的音叫根音 在这个音程中 SO是惯音 MI是根音 两音距离在八度以内所构成的音程为单音程 两音距离超过八度的称为复音程 在这个谱例中 第二小节中 MI和DO或DO与SO之间的距离 都在一个八度以内 所以也统称为单音程 这里的SO和DO 两音的距离已经超过八度 因而被称为复音程 复音程是在单音程的基础上 派生出来的音程形式 表现形式 仍然有旋律音程与和声音程两种方式 在接下来的学习中 我们还会陆续了解 有关单音程和复音程的具体分类和音响特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